孩子你都走了多少天了 你让家里人多着急 干嘛呀你 谁要你管我呀 你听我话跟我回去 你奶都急死了 三天没吃饭 你爸几天连觉都睡不好 你谁呀你 你凭什么管我呀你 我告诉你 我看见你我就恶心 你赶紧给我出去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啊 你都走多少天了 你在这干嘛呢 跟什么一个野男人 怎么还在一起鬼混啊 你怎么那么不自爱呀 看春宁 你说谁不自爱呢 你一个小三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不自爱 思春 你说什么 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就说你呢 臭不要脸的小三 我师父被打你 春宁 春宁 你疯了你敢打我 孙春 你敢打我你 疯了你 你别人打我 他不是故意 你别人打我 你别人打我 你能不能听点话 我不要你管我 我告诉你 蔡春宁 你给我滚 我不要你管我 看见你我又恶心 恶心了 他就让人家里省点心 省点心 思春 能不能听点话呀 好歹她是你妈 你别这么说 打破我妈 我妈死了 我妈就是被她害死的 她就是害死我妈的狐狸鸡 你妈被谁害死的 你妈是被我害死的 你出不出去 你说话能不能 你出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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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孩子 你干什么呀 把刀放下 冲不出去 你们冲不出去 把刀放下 思春把刀放下 你把刀给我放下 你把刀放下 我们俩出去好不好 把刀放下 三 冲不出去 你把刀放下 三 走 走 走 二 好了 好了 等一下 快走 快走 把刀放下 严谨 思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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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思淳 你先开门 你听我说吧 思淳 你别这样 思淳 思淳 你先把门开开好不好 你说有像大家的孩子吗 他也太不懂事了吧 你说 拿着刀子总怎么回事呢 思淳 冷静 冷静 刀炸在脖子上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只是你不知道啊 他叫我这小三啊 狐狸经纪不是第一次了 在家里面没事常说过 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忍着啊 你以为我今天我想讲他呀 不会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你以为这后妈好当啊 我跟你讲这后妈 一点都不好当 我真的是累死了 这孩子说也说不得 你说这么大了 管也管不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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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委屈了 不要重复受委屈了啊 警官 别生气 别跟他一般计较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是个孩子 什么孩子呢 他都失败了 都多大了 你说跟一个老男人在这 算怎么回事 家里头那边急死了 行了淳静 不管怎么样 思淳不能出现任何状况 你想 他要是出了状况 咱们俩都得负责任 咱俩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是不是 给老康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收拾残局 不行 不能给老康打电话 尤其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 你想想 如果老康知道 他跟个老男人在这儿同居 是不是非得出人命啊 可这么大的事 不跟老康说合适吗 现在不能说 再等等 等我着急后我跟他说 那你一定要告诉他 我知道 把眼泪擦干了 我看你 好 怎么样 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呀 冷静啊 思淳 你先把门开开 思淳 小甜甜 什么情况 敲门都不开 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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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收好 收好 从现在开始 你二十四小时帮我看着他 不许出现任何状况啊 不然给你试吻 公司那边你就别管了 我给你发加份费 好不好 天天 等起好好看着他 拜托你了啊 要有什么事 马上就直接打电话 先帮我们按住他 我们想了办法就过来 好吧 所有的刀和力气 你都包起来锁起来 听见没 一定看好他啊 姐要供给你吃饭 行 行 你放心吧 来 你那俩关于怎么了 一进门就照着你 出什么事 别提了 现在的小孩啊 都不省心 就那春妮 他女儿爱上了一个 比他大三十几岁的一个飞机师 非得罢 死活要跟人家同居 书也不念了 家也不回了 我真是搞不懂 现在的孩子在想什么 乐邦姐 麻烦 你再给我们弄点吃的啊 成 来 记在我帐上 来 先喝喝咖啡 醒了醒了啊 别着急了 那老康知道这事了吗 我说给老康打个电话 他不让 先被给他打电话 这个时候让他知道 你说他能不能受得了 就他那脾气 他要面子 还有我婆婆的身体 家里面知道这事 绝对得出大乱子 那也不能一直这么瞒着吧 都什么时候了 还面子不面子的呀 先试试吧 思春的脾气 你也不是没看出来 对吧 你先让老康知道 你说他们两个 那肯定出人命 以前我是不知道了 今天我可真是长了见识了 刚在公寓里边动刀子居然 动刀子 现在这孩子都什么路子 他们俩到底好了多长时间了 没多长时间吧 小婷按时就在夜场认识的 他要是这么倔的性格 跟他来应的还真不行 还是要坐下来 跟他好好聊聊 平心静气的 没用的 那孩子脾气上来我跟你讲 油烟不浸软硬不吃 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 就别你去聊了 你就换知识去试试看 你的思想比较新潮 你跟九零号没代沟 也许他听得进去呢 我啊 太高开我了 我呢还是同意春妮说的 这个时候真不能 让他爸和他奶知道 那俩要闹起来 你说真不知道会出多大事 现在九零号这些小孩 跟我们那会儿可不一样了 都叫草莓族 外表看着吧 光鲜亮丽的 内心脆弱的很 尤其是女孩 除了这种事 就像我妈说的 那就是豆腐掉到灰堆里了 拍不得也打不得 你别说九零号的孩子了 咱们像思纯这么大的时候 多少都有一点恋妇情结 说什么呢 你现在还站在他那边说了 我说的是一个客观事实 什么客观事实啊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恋妇情绝啊 但老康大你十六七岁不是事实啊 你是在这堵着我呢 你俩真行啊 这啥时候了还太高了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 我们就要搞清楚 那个男人的底细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啊 你们知不知道 他到底是哪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啊 我这有小天 你给我发他俩照片 我看看 给我看看 这么大岁数啊 你说这孩子是怎么想的呀 丑啊 你认识啊 这好像是汪姐的前夫啊 汪姐的前夫啊 汪姐的前夫 来 尝尝 我们这儿的秘制 秘制 怎么了你们俩 你那边看吗 干嘛 张嘴瞪着眼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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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不看见了 他背后说乖话我全听见了 是不是有影前佑吗 这 这真是影前佑啊 你怎么有这个啊 你的手机 我手机 我的 你别激动 不是 你怎么有这照片啊 这妖精你认识 这妖精 你说这事吧 也真是太巧了 你说 是挺巧的 那盒子跟隐前又同居那妖精 是你闺女 你养的妖精 汪姐 你说您都 这么大年纪 这说话真是注意点 这张嘴闭嘴 妖精不妖精的 多不好听啊 没有 这也不算骂人这个 妖精不是骂人啊 这好话 夸人哪 不是 我还给我 这个文艺说我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 觉得这事挺奇怪的 那 那你 你归你多大了 十八 成年人了 我应该好好教一教一道 是啊 十八了 成年人了 那也比不上你前佑啊 都五十多了吧 那么大岁数 你说也不检点一下 主动勾引一个十八岁姑娘 我都不知道她怎么想 谁告诉你谁啊 我还没问你呢 是 她是岁数大 是 她可以当她父亲 都处处有余 当妈的你怎么教育孩子呢 回家问问她 知不知道什么叫廉耻二字 廉耻 乐一安廉 吃一吃吃吃吃 好了 王姐 王姐 咱别什么事一点就着 好不好 是 对吧 这不是前任吗 是 离了 离了对不对 她愿意跟谁在一块 不是她的自由吗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又不是台北洋警察管 那也忒宽了 放不下呢 放不下就别离 离了就别管 实在是 舍不得回去找她去 进不去门 跟门口坐着 还里抱块砖 你找得找吗 还不知道几个门呢 前任对不对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我们家四处 还没闲她牙齿 那么大岁数 下得了嘴啊 芝芝 你到底干嘛呢 你活成交友 这说你前任 有什么好急的 我前任是我提人 我怎么了 我们俩人吵架啊 我都冷气一点 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老子 老子 谁不知道 这汪姐没事吧 她不会好好说话吗 跟个泼妇似的 谁说不是啊 你说那么大岁数人了 说一十八岁姑娘 她怎么不说她老公啊 老牛吃嫩草 这个汪姐呢 离婚之后 情绪就一直很不好 那医生说她有抑郁症倾向呢 我说呢 看着那么不正常 我还以为她更年期提前了呢 早更完了 往哪儿更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俩有点苦得吧 你说那这思纯也够绝的 喜欢上谁不行啊 你偏偏喜欢上汪姐的前夫 你们就烧高香吧 幸好这事发生在国内 这要是在美国 这是边长莫及啊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傻 你想那几天又是开飞机的 那三天两头都去美国了 她要是在美国和思纯好着了 终好都拽不着了 芝芝说得对 现在首要任务 就得把思纯稳住 千万不能让她毁灭了 怎么买 欢迎光临 你好 小姐 我要一件行政套子 好的 请问您住几天 一个月 好的 请稍等 对不起 我错了 叛徒 我也是屈打 成招没办法才当叛徒的 那你想 我又不是你 我一没靠山二没钱呢 我要再把工作给丢了 谁给我付房租 谁给我妈付医药费 谁管我一日三餐呢 你别跟我唠叨啊 吃完它赶紧滚 我又来了 我老本来了 自晨 丁丁也在 好久不见了 你们来干吗呀 我们来呢 是想跟你做个交易 跟我做交易 考虑到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们想 还是不把你和尹千佑的事情 告诉你爸爸和你奶奶 但是今天就想要做个交易 既然我们都做出了让步 你是不是也应该 做出一点让步啊 你们不就是 想赶紧把我赶回美国吗 你看你这话说的 这是你的祖国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谁能哄草你儿 你要是不想回美国也没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需要你现在搬出隐先有的家 我们在酒店 给你开了个行政套房 你可以暂时先住在那儿 行不行 这么任性啊 我现在在他家住得挺好的 我干吗要住酒店啊 你一个女孩子 住在一个男人家里 终究是不合适 这是为了你一个女孩子的名声 蔡春菱派你们来的吧 我知道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看 你就没弄清楚形势 我们呢 可以和蔡春菱是一伙 也可以跟你是一伙的 但你要是不配合我们呢 我们就跟你爸一伙 把你这事跟你爸一说 你爸那脾气 他要知道你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 他绝对不会像我们这样 和风夕雨地跟你谈条件 第一 第一 我跟尹千佑是清白的 没你们想得那么肮脏 第二 既然你们承认我是成年人 那就不要干涉我的生活 我的事我自己来做决定 第三 你们要帮我保密呢 我非常地感谢 但是你们要告密我也不害怕 随便你们 卡收起来吧 思辰 我来 思辰 思辰 干吗呀 老那么急 我相信你跟他是清白的 但是越是清白 就越不能让人说三道四 懂吗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你是不在乎 尹千佑也不在乎吗 他家人也不在乎 你要是真的爱他 你就应该站在他的角度 去看待事情不是吗 他是一个机长 他每次出行 有成百个乘客的性命 在他手里 出不得任何闪失啊 越是真感情 就应该认真地对待和处理 不然千万你会后悔的 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啊 干得疯狂事比你多多了 来 这我们明天拿着 有任何需要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好不好 谢谢啊 愣着干吗 把你跟上啊 好 怎么样啊 谈得怎么样 被你说对了 整个一个油盐不尽呢 什么也听不进去 软硬不迟 是 您前右吧 对 机长 又交女朋友了 动作还真够快一点 快瞧瞧我们怎么开展新练琴 你是 谢谢 思传的母亲 母亲 继母 母亲 姑娘们都别走 你要干什么看吗 干什么 我要让你的同事们都听一听 隐前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别让这些姑娘跟我女儿一样 被你这种光明弹簧的外表所骗了 我这年龄 还能用外表蒙骗年轻女孩吗 挺好啊 证明我保养不错 你还真好意思啊 你把我们的思春到底怎么了 这是我个人隐私 有必要向你汇报吗 你知不知道她是个学生 才刚满十八岁 我知道 我知道她十八岁 你真好意思 你知道你还要跟她交往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 特别卑鄙无耻吗 你自己也是父亲吧 这事怎么不能将心比心啊 如果是你女儿 和一个像你这么大岁数的老男人交往 你心里什么滋味啊 是我卑鄙 还是 是你没搞清情况 你看上去 比思春大不了几岁了 谁规定的老男人就不能跟年轻女孩交往 人跟人有不同的交往方式 你又怎么知道我跟思春是如何交往 她是你女儿 就不能是我女儿吗 你还真好意思说啊 她是你女儿 你知道吗 她现在 她现在有家都不回了 学校都不去了 跟你同居 她是你女儿 你会对你女儿这样吗 你做事怎么不能将心比心啊 你们都在那儿干吗呀 看白戏啊 外边大巴可不等着啊 那走吧 我们走吧 看来你跟我一样啊 也不想把这事闹大是吧 那这样吧 想个办法吧 看怎么解决 怎么样才能让你离开我们家思春呢 你说个方法吧 你想要什么呀 想要钱啊 要多少啊 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解决问题 都这么粗暴又没头脑 要不然对待您这种人 我们该怎么办呢 姐 那个影机长到了吗 在那边 你想把事闹大呀也可以啊 我可以奉陪到底 我还就不信了 哪个航空公司会允许 有一个像你这样道德败坏老流氓 我老流氓 你不是吗 你不专骗少女吗 蔡淑妮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我警告过你 你没有资格管我 你是不是疯了 你到底想干吗 你这孩子怎么做不懂事呢 既然老流氓这话都说出来了 好 我必须要重申一遍啊 目前没有法律规定了 老男人就不能跟年轻女孩子交往 你女儿已经 过了十八岁了 我目前单身 我们俩就算交往 也是光明正大受法律保护 你可以去闹 没关系 我等着 好 走 吃饭 您给我把手拿开 这孩子怎么不让人舍心啊 这孩子怎么不让人舍心啊 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我已经过了轰轰烈烈 谈一场恋爱的年纪了 我甚至都忘了什么是爱 真的 是不是我平时总缠着你 把你逼得太紧了 不是 不是 是我老了 真的是老了 你拿说 我想好了 我还是搬出去住吧 回家吗 不想回家 你既不回家 又不回美国 那你去哪儿 我有地方去 反正我已经决定搬出去住了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 我不能固执得一厢情愿 我应该给你足够的空间 你才会更想我 对不对 你听我一句话 回美国吧 我又不会耽误学业 我现在回去也错过了报道的时间 那我不如休学一年 这一年 我也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这好吃 笑笑 咱们这几次见面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都江水安竞标的事情 是胸有成竹呢 还是莫不关心 都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问啊 那不是应该保密的吗 我要是问你 那就是为难你 那你倒是 是透露呢 还是不透露呢 本来 公平竞争的一件事情 这么一来就不纯粹了 不喜欢这样 话又说回来了 以你现在的职位和身份 你也不可能违反规则徇私情 我林笑笑没那么大面子好吗 我就是欣赏你这点 我记得那会儿 咱们参加一个叫什么绿色环保设计大赛 叫绿色家园那个 张可苏父亲的老部下就是评委 你死活就是不肯走活门 最后为此跟大伙吵了一架 以一分之差 屈居甲军 对吧 可是就是这一分之差 奠定了我们一辈子的友谊 来 干杯 也有道理啊 晓晓 我们集团要在这儿开分公司 我想请你到我这儿来工作 你给时光当助理太大财小用了 再说我听说他这人好像也不太好合作 趁他没有把你换掉之前 你跑到我这儿来 项目经理怎么样 谢谢你的邀请 我不想调操 别这么快回绝啊 条件你开 真的 我刚进JK不久 现在感觉工作才刚刚捋顺 要我现在离开的话 不仅是对公司 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再说了一个 不知道惜福和感恩的人 挑到哪儿去都好不了 我今天要是能够弃JK而去 我明天也可以跳槽离开你们公司啊 道理不是一样的 咱们的关系不一样 我相信咱们要是合作一定会很愉快的 行了 行了你 我不为难你 让你透露渡江水安的内幕 你也别为难我 别让我跳槽了 行不行 咱们就这样 做朋友 纯粹一点都好啊 几十年一成不变 也挺难为你的啊 是啊 也是醉了 搞捶了 组织 夏正姐 四 Jun 來了就好 進屋 快进屋 好嘞 来 思纯 要不然你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吧 看着我干吗呀 他们不知道你在我这儿 为个奶奶打一个 好不好 真听话 哪位 是我 你还知道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就是跟你们说一声 我现在挺好的 不用担心我 我献你三天之内必须回家 你少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我不吃你这一套 不吃也得吃 我是你爸 我告诉你再这样 我把你信用卡全冻结了 你信不信 我看你在外面怎么混 我随便你 我不要你管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挂了 行了 老公 他只要这个时候啊 定期往家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就可以了 别跟他吵你生气 是思纯打来的电话 是 他说什么呀 他就让我告诉人 告诉你 他在外面挺好的 是吗 是是是 他说他跟他初中同学 什么几个人去什么大理 丽江旅游去了 过点人就回来了 妈 我把饭做好了 我们吃饭吧 贾斯科 妈 这个我小时候不是一老不招家吗 让他出去玩去吧 这孩子呀 真是 一点都不知道大人为他着急 就是 你说这孩子太不想话了 说来说去还不能挂了 思纯 你爸又惹你生气了 你爸在气头上 肯定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别生气啊 报个平安就好了 没关系 没关系啊 过两天再打 我想起来了 我有一套全新的被子给你用 好不好 这套全新的 盖这个好不好 你看 来 羊毛背 最好的羊毛背 羊毛背 怎么样 真棒 谢谢你啊 指指姐 这委屈的呀 这委屈的呀 没事啊 小杜 我要的多媒体短片 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为什么还没出来 我问你为什么还没出来 离开标还有两天的时间 你别跟我扯理由 我不管 不管任何理由 今天我献你今天最迟 放到我办公桌上 明明 我去儿か 进 石总 现在有两个消息 一好一坏 你先听哪个 坏的 我们刚刚得到的通知 说维尔金森在最后一刻 也改设计了 他们这帮公司 从来就没有把我们本土公司 放在眼里 在他们眼里 这儿就是他们的围猎场 我们就只有陪跑部分 连竞争都刺不动 好 这次 老子这次就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迎头断机 好的呢 我们委托建筑公司做的安全测试 全部都过关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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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 你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 住在养老院里 这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 从云南的老公里那儿 要的一个专制老年痴呆的偏方 听说特别管用 你要是没时间的话 我可以去帮你抓药 其实可以给老人家试一试 林笑容 你 你忘了我跟你的约法三章了吗 工作的时候不聊工作以外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记不住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 你干吗 你想干吗 你想讨好我还是多管闲事 别来这趟没用 听不见人 我要你出去 我要你出去 交警声 想要你不再哭 你要哭你你就说 你要哭你就哭了 그렇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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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长 你看 这个是我根据一个老中医治疗老年痴在症的偏方 给他抓的药 您带接人一下 行 每天一复 让他空腹服用 石先生 你今天怎么来了 今天 今天正好开会录我这 那行 我去煎药去 谢谢 辛苦 那个药用完了告诉我 我再送过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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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吴总 你好 哎 吴总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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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人生 谢谢 谢谢 吴总 您好 您好 您去吧 好好好 我先过去 哎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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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啊 吴总 竞争很激烈啊 我认为 凡是能够进决选的 都是赢家 李宗 我要代表古今地产 感谢币人 感谢JK建筑事务所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我还是希望我们JK建筑事务所 小得最好 有机会 来 礼拜请 先进去 哎 哎 你好 你好 发烟 发烟 我参加过这么多次招标会 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次这么紧张过 我们没什么好紧张的 胜败乃兵家常事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 从这一点讲 我们已经完全没有遗憾了 来 大家一起 加个油 一 二 三 加油 加油 各位 都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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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设计方案前 我想有请大家先观看一段 多媒体短片 这不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吗 这和杜金学院有什么关系 这个时光又在搞什么花样 嗯 是不是在座已经有人开始怀疑 我要去抢张一谋导演的饭碗了 麻烦各位在座有人认识张导的带个话 请他完全不必担心 我们中国人通过奥运会 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和东方文明的博大精深 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设计都江水岸这个项目时的主导思想 展现都江两岸的历史文化风貌和自然景观 打造一个即传统与现代 山水与造景 住宅与商业 时尚与环保与一体的城市化 地标型建筑 下面 请允许我为大家揭晓答案 接下来 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位我们设计团队的成员 这个人每天跟我辩论争吵 但很让我受挫的是每次都是他一位 接下来有请我们JK建筑事务所的建筑设计师林孝孝小姐上台 为大家详细交接 叫你们家的童谜 乃子呢 没有问题 叫你 自己的表演 谢谢 你给老太太走那么烂 写下来就看你们了 是吗 你这儿童谣 你这儿童谣 就这儿童谣 你这儿童谣 你是这儿童谣 你要把你这儿童谣 你这儿童谣 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